大家好,又是我Coach灰 又是我们新一辑教学片的时间 这次我们除了CM,请了两位女子香港代表队的成员 一位就是燕姐,燕姐和平姐 平可以了,年轻点 今天主要就是想要教一个后卫的运球和步伐的训练 其实为什么会请到两位女子上来呢 主要原因就是在女子身上有些动作会比较容易令她受伤 也会影响了她们的表现,特别在运球方面 所以今天我们就特意请到两位香港代表队成员了 好了,那我们一开始要讲几样东西 一般女性的球员方面,运球可能会比较练习较少 尤其我们亚洲和香港主要都是一些跑船类的运球 运球会相对少 运球在比赛里面,正常之前都说了 如果我们打一个国际比赛,FIBA的比赛 我们一般你要带球就应该是带三次左右 多过三次你会被教练罵的了 所以久而久之会变成很不练运球的 但其实运球得多运球才可以减少运球 就是你要有这个想法 因为当你拍得多,球感好 重点一样就是运球的时候 是球和人是同步的,是连贯的 一来你不会容易受伤 第二,你重心不会那么偏迟 女生在比赛里面 我会经常证验到一件事就是 女生是不会懂得停的 我们亚洲女性核心已经比较弱了 一定会比男生弱 肌力也比较弱 当你很想快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会中了向前 大部分在运球上是会体现出来的 我们现在试一试看一看动作 例如待会我们就试一下 你就是这样 当你比赛 我带着球 我突然间要加速 然后上篮 你只要这样 你当前面有个防守者 加速上篮 看看你可以做到什么 来,我们试一试 好,到你了阿萍 好了 明显镜头前很紧张 再做两次 不要那么紧张 不用那么紧张 我们再看看 带着球 你当现在已经有人守你了 你当我现在正在守你 对 好 对 对 好了 好,停 我们看了两球 OK 我们先讲问题在哪里 我现在手来了 好了,停 你现在带球在哪里 右边 往前一点 在拍球的时候 在这个姿势上 第一 身体是斜前 最重的地方 就是头 OK 再保持刚才的姿势 对了 所以你现在的重心 就放在这里 OK 当人家守球的时候 他会撞你的 对吧 对抗 某程度上 你是对抗不到 又来 你会撞出去 你一定会走 明白吗 就是因为你斜前了 明白 记住一件事 车前的温球 来自哪里 就是拍球 对了 那个球在你这个位置 记住 温球的时候 接球 永远不可以 前过你 off hand shoulder 嗯 明白 就是当我们个人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是这样的 保持核心用力 不可以中前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一 当球在前面的时候 再拍 好了 对你有着数 对我有着数 对你 对 那为什么要拍在这里 明白吗 就是两位刚刚拍球都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要清楚温球的姿势就是 我们并不是这样拍球的 记住我们很久之前都说过温球课程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拍一拍大腿的时候 我们有两个直碗 第一个直碗就是向前 向上摺摆下来 这个是射球的 第二个直碗就是这里 我们打开手 如果你拍球在这里 第一 你会保持了 那个球是一个低级的 在这里 那你就不可以用肩膀力 去撑人了 就是你拍球在这里 撑一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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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同的一个感觉 就是因为你拍球在这里 你的重心会越中全 我们不是不可以拍球在这里 但是不可以长期保持球在这里 我们可以个人那一下 然后pick up你要起来 清楚吗? 所以第一件事你要练习 如何拉开手运球 刚刚说过 我们的重点是 我们带球的时候 正常右手的运球 是不可以前过 off hand的 第一,除了保护性 当球在这里 我向右 你的角度就是这样 向左 你的角度就是这样 大约这么多 因为你普遍是中前 但是如果 我拉开球 来到这里 我向右是这么大的范围 同样我向左 是这么大的范围 你变向的角度 就会大很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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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吗? 最重要的 我觉得女生要改 就是你 混球的落点 好吗? 我们先做一个 混球的练习 做热身的 训练你 混球的落点 好了 我们先做第一个 混球的训练 这个是之前 混球课程里面 都做过一次的 想他们 两个要 熟熟地练习 到的 然后都会加些防守 跟之前一样 我们的重点就是 你是好像一个十字架 那样的混球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人在线上面 球 都是一样 在线上面 下跌的时候 不是用手的力量 我们重点 要练习什么呢? 你和球的联动 身体和球的联动 上次在跨校混球 都说过 有时呢 我都见很多学生 很喜欢 站在那里练拍球的 是的 站在那里 就不用拍球的 所以我们能拍球 就一定要练回 手脚同步 重点就是 这个呢 我们混球的时候 我们会有两种力量 第一种就是 向下 第二就是 向上 一般女生拍球的形式 一般女生拍球的形式 为什么你会拍球在这里呢? 就是因为你会认为 拍球只能向下 记住 我们先第一样东西 拉开手 形成一个好像十字架 温球 是一个 圆圈的动作 就不用只能直线的动作 你记住这样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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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要 压 用核心压低的身体 拉上去 拉 拉 拉 拿球的时候 记住拿着球的屁股 永远用爪去运球 养成一个习惯 第一个习惯就是 我以前还是做球员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习惯就是 每次进攻的时候 我都会用爪 即是没有球 即是我在跑 都会这样爪 因为当你队友一加我 就会过来 你可以立刻射 第二个习惯就是 我脚差不会碰地 但是只有这么多 就是不用在那里 走到这样的 早知永远脚差不碰地 只是用前掌限 在你进攻的时候 因为其实你累极 都是两次进攻50秒而已 不会说很累 所以 保持这两样东西 第一 你的反应会快 射球的手机也会好 没那么容易脱手 我们待会要这样做 拿球的屁股 拉 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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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球的落点 是在 白线这里 人也在这里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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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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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尝尝两位 拉起 拉起 拉有 拉优消 描述 拉起 拉起 卡 拉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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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